移民加拿大到底要选择哪个城市登陆 像洪德华 多伦多 卡尔加利 蒙特利尔 安斯 哈法 它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优缺点 到底要选择哪个城市登陆 其实这个问题是适合自己的才是最好的 因为在加拿大没有哪个城市是非常完美的 就是说移民差践又好 生活又宜居 房价又低 没有没有 我这很负责告诉大家 加拿大没有这样的城市 所以说今天我就想具体给大家聊一下 你们到底适合哪个城市登陆 哈喽 大家好 我是豆三岁 我现在是在加拿大曼省文尼博 我的频道主要是分享在曼省的生活 以及生活上的一些见闻 还没关注我的小伙伴们 一定要先关注起来 谢谢大家的支持 文尼博最近非常非常冷 从前天开始 现在外面的体感温度已经达到零下三十多度了 我们一般来说温度都会说体感 因为像温尼博的话 它有风 只要一有风 它的体感温度会直线往下下降 所以说今天我就想给大家具体聊一下 关于你适合加拿大哪个城市 这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人问到我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我想来加拿大拿身份啊 或者留学啊 或者工作啊 我到底登陆哪个省比较好 因为我是在曼省 所以说我侧重点会在最后会说到 曼省的一些政策上的一些信息 不过我说的相对来说比较客观的 是在于每个城市的 你需要明确的一个考虑的哪些点 你需要考虑 第一个来加拿大 你一定要明确自己的目的 其实就是个目的 一个目的是我来加拿大 第一个城市 我就是为了拿身份 我想很多很多人都会侧重于第一点 就是拿身份 第二点就是说 我是想着过来留学 度金顺便拿身份 我的侧重点是在于留学 第二三个 我的侧重点是在于工作 工作机会比较多 比较好找工作 第四个就是居住了 比较宜居的城市 第四点相对来说 都是拿到身份之后 再去登陆的 会更偏向于找一个宜居的城市 去生活 所以说你们一定要明白 你们的首要的目的是什么 你们的出发点是什么 因为在加拿大 鱼和省长不能兼得 没有哪个城市 它的各方面的条件 是非常非常好的 没有 我这是很不责任的告诉我 没有 你可以去对比一下 每个城市 其实加拿大也就那几个城市 一个巴掌 就差不多能数过来 博伦多 文革华 蒙特利尔 卡尔加里 沃泰华 温尼伯 爱德蒙顿 里加拿 萨斯卡通 也就这几个城市 还有最近也比较火的海洋四省的 哈法 这些城市 所以 因为我为什么会谈论这个问题 因为有很多很多人 走弯路 因为我现在接触得到很多很多的人 从 托伦多 文革华 还有哈法过来的 他因为他们在那边拿不到身份 还有蒙特利尔也有过来的 拿不到身份 所以说 我接下来会给大家细致的了解 说一下你们需要里面考虑的问题 第一个 拿身份 拿身份 我们需要了解的就是说 一定要找人少的地方 人少的地方就代表着他的竞争没有那么大 为什么说 玉空地区好拿身份 为什么说那个小镇啊什么的好拿身份 因为他们确实需要人去给他们支撑经济 人就是一个支撑经济的一个主体 所以说 为什么有很多政策说 是什么 比偏远地区移民政策那么的好 就因为他缺人 他需要把你们这些人拉过去 给他们创造经济 其实对于他们来说 身份没有太多重要 就是你能不能给他们这个城市创造价值 创造就业 所以说 你要是说 你说文革华多论多好拿身份 那真的是纯扯的 因为这个来说 只要人多的地方 他的门槛就不管是什么 他的门槛都会往上架高 第二个就是说 不发达的城市就代表着 他的那个各个资源 都没有那么丰富 比如就业资源 教育资源 医疗资源 都没有那么大的丰富 所以说就代表着 这个城市的人口基数 也不会太大 你要是说 你人口基数都大 你在一万里面 找五百人 说拿身份拿五百人 和在一千人 说何不可在五千里面 找五百人 等一下 你的拿身份的机率就会变大 第三个 一定一定要了解当地的移民 信息 你们了解当地的移民信息 主要来源于去官网上去查找信息 第一个你们需要了解的是 你们知道走哪条路 比如我们去的每个省 它都有省提名 基本上我们大部分人走的 都是省提名的道路 省提名的道路 无非就会涉及到几点 第一个 工作 现在基本上所有的项目 都是你 你得有工作 才能提交省提名 它的前提是在于 有没有门槛 比如 我必须得紧缺职业 像海航四省 卡尔加利 他必须得紧缺职业 他才可以提交移民申请 像曼省的话 他就没有要求 所有职业都可以提交移民申请 所以说 很多人说 那紧缺职业从哪里查 其实每个省 它都有一个省的省官网 他们上面紧缺职业 有很多人说 那我 我那个什么 基本上加拿大所有职业 都是省的紧缺职业 那有什么影响 其实只要射到一个门槛的时候 它都会有影响 除非他们不射这个门槛 第二个就是英语要求 有很多人说 我怎么听他们说 不需要语言成绩 不需要英语 其实你们 我经常给你们说的 其实拿身份不是目的 后面在这边 以什么角色在加拿大存活下去 才是真正的目的 真正的拿身份 只是一个刚堪开始 对于每个人 来了加拿大 你会发现 拿身份真的只是 一个开始 真的是只是一个开始 所以说 你们英语 即使你们拿身份 不需要语言 不过现在基本上 没有什么不需要语言的东西 他最低也得有个CRB4的成绩 所以CRB4就是加拿大 那个斯培斯 相当于养色4.5的样子 其实因为你是在一个全英国家 生活 所以说这个英语 特别特别的重要 我一直在我视频里提到这个问题 特别特别的重要 这个会影响你后面的 学习生活工作 乃至你能挣多少钱 能不能把整个家庭养活 直接会影响到这些部分 第三个就是时间 你想这个拿身份的时间 无非就几点 我工作多久 我可以提交省提名 其实省提名 省理速度 联邦省理速度 都大差不差 因为都会提交到联邦 你只要记得 那个阶段 像联邦的速度 差不多都是一年半 也有那种 什么考斯克利尔 走联邦一一 什么的 我所给大家说的 是极其普通的道路 所以说这个时间 比如我需要工作一年 我才可以提交移民申请 和我只需要工作半年 我就能提交移民申请 是两个概念 很多人说 那不就是半年的时间吗 你知道半年时间 会影响什么吗 因为这半年时间 有可能这个城市就会变正 有可能你这个项目 就会变正 还有一个就是说 会影响你的工签 你的工签 有可能只是一年 你想你工作一年 才可以提交 和你工作半年去提交 是不是两个概念 我们时间拖得越长 就代表到的风险就越大 我之前也给大家聊过 你走省提名 你拿一年 毕业工签 或一年的配偶工签 你的这个风险 实在于你后面 有没有雇主给你去 封闭式工业 或者你爱人 能不能及时找到工作 给你去配偶工签 我们工作的前提 你得有工签才行 这是非常非常有必要 大家了解的一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留学 留学 有很多人说 那我在哪里都可以留学 我在哪里留学 都是工作一年 可以提交省提名 工作两年可以提 工作一年 可以有一年的毕业工签 工作两年 有三年的毕业工签 这在基本上 你能在加拿大官网上查到的 这种学校 都可以申请到毕业工签 其实这个留学 你要是说 我是来加拿大读金的 我申请学签 通过率更高 那我更偏向你们申请 多人读温哥华那边的学校 第一个那边的学位比较多 因为他们的学校选择比较多 像温尼博也就两所大学 一个万大一个温大 可是你在安省 东东那边可不止两所大学 太多大学了 所以说他们每个年级 他的国际留学生 你能不能抢到学位 第一个你得抢到学位 你才有资格申请学签 还有你要是说 你只是来加拿大渡经的 那我建议你们找一个 比较有名的学校 大家都能听得到的 不管你在里面 到底是什么专业 你要是说 你选了一个不知名的大学 那真的对你 回国什么的 一点影响没有 因为大家所了解的 多人多的大学 也就南极硕 整个加拿大的大学 也就南极硕 UBC 多大 麦基尔 还有下面的华铁路 而且大家能嘴上说到的 要是嘴上说不到的 他们要具体去查 到底 所以说 你要是说你存次杜金 和你就想着留学 那就是说 文贵华多伦多 特别是多伦多那边的学校 强烈建议你们去 申请那边的学校 那边确实资源 教育资源是特别丰富的 就是说第三个 就是工作机会 工作机会会影响 很多人说 那我办雇主担保 这个工作机会 对我有没有影响 没有影响 因为你直接是拿着工签 你的工作是匹配好的 你直接过来的 他的工作机会再多 再少 他能给你匹配到 和你 没有任何影响 因为你来这不需要找工作 你直接是拿着工签 你匹配好工作 过来的 所以说 你要说工作机会 那肯定是文贵华多伦多 他人多 就代表着 他的工作机会 就相当于来说多 不过他的不好点 他的竞争压力就大 所以说 每个城市 他都有他的自己的优缺点 你要自己去评估一下 他的优缺点 在这里哪里 还有 最近真的是看了 加拿大每个城市 都停了 都下雪 真的 昨天文贵华下雪 下的 我的天哪 那厚的 比温尼波还很 瞬间那么厚的雪 所以说 你要是说 更加的 不喜欢那么多的雪 加拿大没有 第四个 就给大家聊一下 移居的城市了 这个移居城市来说的话 是这样的 有很多人问到我 你在温尼波 已经待了四年 已经拿到身份了 你为什么不走 你为什么不走 人家很多人去卡尔加里 问个话 多人多 我太好了 为什么不走 那我今天就给大家 做个回应 到底为什么 其实这个选城市 其实我们 从温尼波出去的 他们肯定是 往上走的 不会往下走 所以说 我们选择城市 基本上就是 温华 多人多 卡尔加里 蒙特利尔 都非常非常少 非常非常少 不过太华 就这四个城市 像最近去卡尔加里 人特别特别多 我告诉你们 为什么 其实最关键的 就是房价 因为对我们来说 我们需要 先去那边买 买套房子 对很多人 都会看到 我在温尼波 卖到这边房子 我可以平移一套 何不夸张的时候 我就可以平移一套 去在卡尔加里房价 他的房价 真的是太有优势了 因为现在的 整个江南道的 生活成本太高了 所以说 这波人 他很 就是够不到 蒙哥华多人多 你说他们 不想去 蒙哥华多人多吗 那我是觉得 应该不会 因为对我而言 我更想着 去蒙哥华多人多 因为他的 不管是教育资源 医疗资源 社会资源 比如 下一届的 世界杯 是在美加木 像多人多 温尼波 他就有 有场地 有差不多 好像是 我查了一下 是十场 这种社会资源 是真的 是非常 是每个 没有哪个城市 能替代到他们的 卡尔加里友好的点 是在于 岁底 5%的岁 你说冷 基本上都很冷 有很多人说 他们那儿有暖流 其实暖流来说的话 我这样也算 他有好 有不好 好的是 你马隔一段 你可以暖和一段 可是不好的点 是在于 他的血是 速化 速冻 对人体啊 什么都不是太好 特别有高铁压的 这种都不是太好 所以说 每个城市 他都有优缺点 我们为什么 没有 换城市 因为我们 我们的目标城市 就是温华多德多 像我来说的话 我才30 30岁 我要是到了卡尔加里 甚至沃大华 我有可能 我还会想着办法 去多德多温华 那为什么不一步到位 去那边 因为已经换了 像你们那个年龄 相对来说 比较大点的 你们想着去卡尔加里 那就那可以 你要是太年轻 卡尔加里 也有很多人 肯定会反驳 那卡尔加里有多好 多好 就来说的话 我们更 我是更加偏向于 各个方面资源好的城市 只是我现在没有 那么 他的能力 去带着我的家庭 直接搬到多多多温华 一个房奖 真的就很难支撑 有很多人 做租房 租房来说 对于一个家庭而言 的话 不是太稳定 这是我的考虑点 所以说 说了这么多 我更加的 就觉得 每个人 一定一定要有个 初步的去了解 加里面 每个城市都有很有特点 你直接拉出来 就 我这样随便给你拉出来 艾德文顿 我最近一直在考虑一个问题 艾德文顿 他比温尼波更冷 为什么没有人吐槽艾德文顿 你有知道的 提论器告诉我 因为艾德文顿 他的华人 有六万多华人 定居到那 有六万多华人 他冷 他比温尼波冷太多了 因为他的尾部 更高 所以说 就看你们 想着是 出发点是什么 我不想你们说 到了一个城市 折腾折腾 折腾出来 没有结果 再去换掌势 再去那边 太多这种了 那好 今天咱就聊到这 有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点订阅 拜拜